影片開始前,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?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,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,影片開始,Let's go 來,阿包,阿包你開麥,阿包 欸,傑克 欸,阿包你好,來,阿安幾歲哪裡人? 不好意思,40歲 好,40歲,台灣的阿包,來,阿包,你想說什麼? 今天想先講那個,美軍自焚事件 欸,好,你說 欸,就是之前那個新聞嘛,應該有注意到 有,有 就是說,他就是為了阿勒斯坦嘛 然後他就說,你有看到新聞嗎? 他就說他不想做,再做這個,毒殺的這個幫兇之類的 欸 那,你也可以看喔,這個新聞台灣已經沒有什麼報導 嗯 有點被冷出力的感覺 嗯 那,那你能想像,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大陸阿還是哪裡 那個歐美媒體,搞不好會報導一個月以上 嗯 所以,你看現在,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衝突嘛 那個加薩已經死了好幾萬人了 你說穿了,那以色列對加薩現在做的那種攻擊 那種,那就是種族的滅絕 嗯 那你看喔,假設我們台灣主流媒體 明義好了 認為俄羅斯對烏克蘭是侵略嘛 是搞屠殺嘛,對不對 嗯 那現在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做的事情 不就也是屠殺嗎?侵略嗎? 對 侵略跟屠殺嘛 嗯 那但是你看台灣媒體,現在很少在報導了嘛 不管是這個巴勒斯坦人的困境啊 你看死了幾萬人 嗯 嗯 以色列暴行嘛 然後還有美軍這個自焚之間 嗯 都是冷處理的嘛 你看為什麼會這樣 那就是,你想想看美國 我們講 我們很多人會說啊 美國是台灣的爸爸 那其實美國的爸爸是以色列啊 嗯 以色列就是控制著美國的金融跟媒體嘛 對啊 那主流媒體嘛 所以你看現在美國 他們是誰在支持這個軍人 是民間的一些自媒體什麼 他們串聯起來說這個 這個東西這個事情 美國 以色列這樣做是不對的 嗯 那主流媒體很少很少講話的嘛 嗯 那台灣這邊 看待巴勒克蘭 看待巴勒斯坦的觀點 那跟 你看就是跟美國一樣的雙標 嗯 你看前陣子 聯合國要求加薩的交戰雙方停火 嗯 美國去投否決票你知道嗎 對 美國動用否決權 投否決票 那你看今天如果俄羅斯 是一個我們講 我們的台灣人印象裡 俄羅斯是邪惡國家 嗯 難道美國這樣做不是邪惡國家嗎 對啊 是吧 嗯 你看喔 那那你看喔 我現在我最近看到這個 你看這個世界上 不斷發生這麼多悲慘的事情 嗯 我們再回頭看看台灣 嗯 有沒有覺得我們其實是很幸福的 嗯 就是 你看喔有時候你會聽到台灣人說 我們有些人說 啊台灣人很倒楣啊 嗯 對岸這個邪惡政權啊 要併吞我們啊 嗯 所以要打壓我們對吧 嗯 我覺得 台灣應該要很慶幸對岸是中共 嗯 對岸不是俄羅斯或以色列 嗯 你想想看喔 如果今天對岸是俄羅斯或以色列 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子 嗯 對岸早就打過來吧 對 早就搞打過來搞屠殺血洗了嘛 嗯 那些在烏克蘭跟巴勒斯坦發生的悲劇 發生的殘劇 那早就會在台灣發生了 嗯 可是就是因為中共不是俄羅斯嘛 嗯 也不是以色列嘛 對 那兩岸在血緣上文化上是同文同種的嘛 嗯 那那中共政策上也就是說他一直願意等嘛 你今天主題其實是 欸 欸到底中共有沒有堅持和平統一 對 他們就是 就是 就是願意等嘛 嗯 那那那你看 你能想像俄羅斯對烏克蘭 烏東那邊 啊跟克里米亞 說我們 啊你們是我們的一部分 我們不放棄 和平統一 這樣喊 喊數十年嗎 嗯 你相信嗎 嗯 你又或者你相信以色列對巴勒斯坦說 我們堅持這個 這個 和平統一道路嗎 嗯 沒有嘛 這些 這些蠻橫的國家 有武力就開幹了嘛 嗯 就揍過去了嘛 那那那你看中共相較 然後 通常就不是這些 這些蠻橫的 這種國家嘛 嗯 然後 我跟你講 我最後要說 最近那個海巡啊 兩岸經過這個 真的是很可怕啊 嗯 那經過海巡這件事情啊 感覺已經在往戰爭的 邊緣在跳 往懸崖的邊緣跳了 對 那那你說那些民進黨的官啊 我不好意思說他們狗官啊 那些官 要全力對抗 還給對岸羞辱啊 嗯 你看你看這整件事情的處理喔 嗯 這就是很給 對方死的人 那我們還 一路一路強硬啊 這這到底有什麼好強硬的啊 對啊 對不對 你說 讓對方能來調查 這有什麼關係啊 嗯 我們當初菲律賓的廣大行為 我們不是也去參與調查嗎 是啊 那你看現在新聞在講什麼 哦 怎麼幾十論談判還破裂 我想為什麼要破裂啊 讓他們人來 來調查檢視證據 到底有什麼難的啊 嗯 為什麼一定要用一個很強硬的方式 去對付 去我們講 修辱對方嘛 嗯 這些民進黨的官啊 真的開戰 兩樣開戰了 他們會在哪裡 嗯 對 你看 美國利用俄物戰爭 去賺了多少錢 那有沒有人去算一算 對 我們再回頭 你看俄物戰爭已經打兩年了 嗯 以前我扣印的時候 烏克蘭那時候開戰 他應該去學 當年二戰後的芬蘭嘛 嗯 他可以對蘇聯做出些妥協 嗯 選上親屬領導人都可以哦 嗯 然後維持一定的獨立自主 嗯 然後自 然後烏克蘭可以在人均指標啊 人民 他有 假設他認為他民主很好嘛 在人均指標上 在人民的生活的品質上 全力的去勝過俄羅斯嘛 嗯 我是說 當年芬蘭就是這樣 全力的勝過蘇聯嘛 嗯 那這才是充盈的方式嘛 你看芬蘭最後 也就撐到蘇聯去解體了啊 嗯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台灣現在一定要去堅持 要有人開始要堅持 堅定的去支持啊 嗯 兩岸在民間發揮能 能發揮所有的善意的方式 都應該去支持啊 嗯 你說什麼 最近在吵健保 我想健保歡迎他們來用 嗯 就是 就是歡迎嘛 而且這次那個什麼 降低什麼什麼對岸那個 陸配健保那個年限嘛 對 那只是降到跟其他 外籍的配偶一樣而已啊 嗯 那只有什麼不行 嗯 然後什麼陸生 趕快歡迎他們來念啊 都可以啊 嗯 吵那個旅遊 他們不開放 我們不開放 我跟你講旅遊 就算他們說不開放 我們也全力的開放 嗯 他們用各種方式來 我們都盡量的打開 打開這個 這個綠燈讓他們來 吸引用盡辦法吸引他們來都可以 我們人盡量過去也都可以 嗯 唯有增加這些善意交流 才能阻止台灣變成烏克蘭或巴勒斯坦啊 嗯 我們只要想那個慘況 我們就應該堅定的去維持這個善意才對 嗯 台灣一定要有人去堅定的穩固這樣的善意才可以 嗯 那你說啊 如果什麼什麼政治上啊 國際上啊 啊去給中共吃一點豆腐 嗯 我想說這有什麼關係啊 嗯 你用一點妥協跟退讓 如果能換來不用戰爭 啊不用森林土壇 那這絕對是最划算的事情 嗯 一點妥協 給別忘吃一點豆腐 你比起那邊 你看 你看加薩現在多慘對不對 嗯 烏克蘭現在多慘 死了多少人算不出來啊 嗯 對不對 所以這 你一點妥協真的是 很划算啊 真的是沒有比 現面比人民的生命更重要的事情 嗯 這種維持善意的方式 我不知道啊 我覺得台灣 現在就是 應該要 有這樣的呼籲啊 嗯 不管在各種方面 都應該能 能去維持那個善意啊 嗯 民進黨 那些 我跟你講 因為在野黨 想要去 呃 公平一點的 對 我講公平一點的 和善一點的 去對付 去 對 中共的話 然後啊 民進黨或民進黨側翼就會罵嘛 嗯 那我們台灣應該有人去 去 堅定的去支持這些成立嘛 嗯 那些在野黨啊 藍的白的都有啊 對不對 如果說願意去釋放這個善意的 我們應該要全力的去支持這樣才對啊 嗯 否則真的是 台灣台灣如果變成烏克蘭或巴勒斯坦 你看你想想看我們台灣人民怎麼辦嗎 嗯 那那那我們能跑的比那些民進黨的官跑的還要快嗎 嗯 不可能 嗯 好啦 我我今天就分享到這 好 OK好 很好 謝謝阿包啊 謝謝謝謝阿包你的分享啊 喔 謝謝謝謝 謝謝 嗯 拜拜 好 來 下一位 驚喜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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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趕快加入 又有什麼福利呢 請幫我按摩 有什麼好嗎 我會連接到我的換摩 請按摩 按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